亚马逊五天跌一个京东 特朗普为何痴迷打击新经济 来源,观察者网 人人都知道在即将过去的这个三月,脸书的日子很不好过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另一家美国科技巨头的日子也不好过 3月26日,亚马逊的市值还有7530亿美元 到了3月29日就只剩7000亿美元 而京东美股在29日收盘时的市值为576.85亿美元 换言之,亚马逊差不多在五天之内跌掉了一个京东 周五,30日,是耶稣受难日休士一天 特朗普哪儿来的深仇大恨 美国正经资讯媒体Azmos在3月28日报道 特朗普正在考虑修改针对亚马逊的税收优惠 这一消息得到了五名曾与特朗普讨论过的消息人士的证实 Azmos提到,国会希望脸书大出血 但特朗普完全没兴趣 他满脑子想的都是亚马逊 其中一名消息人士说,满脑子都是 Azmos网站报道截图 据消息人士透露,除了修改顺收优惠外 特朗普还准备对亚马逊展开反垄断调查 为什么特朗普会对亚马逊产生这么大的执念 Azmos认为他的那些富商朋友起到了很大作用 他们不断地向特朗普抱怨 亚马逊正在了大家的生意 房地产业的同行兄弟们告诉他 亚马逊正在消灭购物中心和实体零售店 当然特朗普本人也持这种观点 Azmos的哈特评论称 特朗普是那种老派的生意人 喜欢从实体资产的角度看待这个世界 房地产 邮政派送 主告到商店街和零售小铺 在Azmos的报道中曾不止一次提到过 特朗普非常痴迷于上世纪50年代的生活 他本人就像是活在那个年代一样 而亚马逊正好把枪口对准了那个年代商业模式的核心部分 在特朗普看来 亚马逊不仅正在逼死那些夫妻零售小店 还在疯狂地占美国邮政系统的便宜 另一消息人士表示 我们在不同会议上向特朗普解释了一遍又一遍 他的见解是不准确的 实际上得益于亚马逊 邮政系统赚得盆满不满 路透社原引StyleFell分析师本周报告称 常识是 美国邮政更需要亚马逊 对于特朗普的种种成见 GQ说得更加直白一些 特朗普害怕亚马逊 因为亚马逊活在一个他根本搞不懂的世界 Q网站报道截图 受Azmos报道影响 亚马逊股价在周三跳水7.4% 市值缩水536亿美元 似乎是为了印证Azmos所言不虚 特朗普第二天 29日 真发了一条推特 早在竞选之前我就表达过对亚马逊的担忧 他们要么不给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交税 要么交的那点根本微不足道 他们把我们的有政系统当快递小哥使唤 给美国造成了巨大损失 还把数以千计的零售商逼停业了 于是亚马逊股价在周四早盘交易中有一度大跌4.5% 特朗普与贝索斯的常年恩怨 虽然特朗普的推特以马随跑火车著称 但他与亚马逊在竞选之前就关系不合 这可是大实话 早在2015年12月 特朗普就怒喷亚马逊避税 贝索斯毫不示弱 调侃要把特朗普送上太空 离美国政治越远越好 贝索斯还创建了航天公司蓝色起源 目标是2019年实现在人航天 贝索斯的另一个身份是《华盛顿邮报》的所有人 在2016年5月 特朗普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毫不避讳地宣称 贝索斯收购《华盛顿邮报》没有什么别的目的 他就是想把这家报纸当作一个获取政治权利的工具 以此来对抗我换个其他人 我现在就是要告诉你们 我不会让他为所欲为的 内容未完结 请点击第二页继续浏览 第一页 第二页 KS Facebook Facebook Messenger Lots at WeChat Line SMS 印度甲方 我工作了32年 第一次看到中国人这样的效率 G7开城互掐大会 马克龙放狠话 默克尔泼冷水 特朗普 我先走了 改台湾标注被澳官员为助骂 澳行CEO反映真是耿直 举国抵制马云 越南单方面宣布 全面封杀之富宝 明天 117年历史的孟山都将不复存在 美美不爽美起频频向中国道歉 但也只能建议 美国盟友展开报复 精准打击特朗普票仓 美国之后TPP再遭一击 马来西亚也要退群 汉欧班列首次对接中越班列 助推东协产品走向欧洲 西门子CEO 一带一路倡议能改善全球70%人口的生活 今日科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